小韵播报 2021年1月9日 星期六 农历11月念六 特级生肖 养 狗 虎 次级生肖 龙 蛇 猪 今日带衰 牛 马 鼠 喜神方位 西南方 财神方位 西南方 仪 沐浴 剃头 整龙 即 结婚 订婚 搬家 出行 宴会 开业 交易 签约 解除 置业 那才 拜见 动土 新造 装修 幸运数字 灵 西 幸运颜色 塌色 红色 棕色 一位羊 正义主事 又和吉星入命 属羊人天降红韵的一天 日子过得美满幸福 什么事都顺顺利利的 令人羡慕 家里欢声笑语不断 事业稳步上升 能得领导动用 得同事协助 贵人运强劲 二虚狗 天应主事 三合吉星入命 属狗人今天运势高涨 获得满满的能量 就算在困难面前也能勇往直前 可凭自身能力顺利解决 获得领导的认可和器重 人缘好 有望结识经验丰富的前辈 交谈甚欢 受益匪险 三迎虎 十神主事 三合吉星入命 属虎人才 思敏捷的一天 牺牲能力增强 只要是接触过的信息都会牢牢记住 对事业发展颇有益 让大家刮目相看 此外和家人互动良好 就算只是坐在那里一起聊聊天都会让你的心情十分愉快放松 四 五四 天应主事 属龙人头脑灵活的一天 适合与人竞争 只要积极努力表现就会得到满意的成果 获得他人的认可和信赖 人际关系家 会遇到不少兴趣相投的朋友 彼此相谈甚欢 你亲切诚恳的一面还会给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 五四舌 笔尖主事 闲持桃花入命 属舌人沟通能力增强 能言善辩 说话让人听了特别舒服 有利于洽谈合作 尤其销售业务者成功心率高 收获可多 爱情运不如意 单身者虽然桃花多 但总是与优秀异性擦肩而过 六害猪 天才主事 属猪人偏财运 还不错 有收到礼物 礼金的机会 甚至还可以小赌一把 但切记小赌一琴 大赌伤身 另外今天有喜欢花钱的倾向 并沉浸在娱乐和享受的世界中 把钱都花在吃吃喝喝上面 须自我控制 欺有机 正观主事 红卵桃花入命 属西人今天做事稳妥 执行立刻变强 信心百倍 临危不惧 可尝试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 爱情运不错 单身者容易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展开追求 有伴侣者坚守本心 不要被他人迷惑 令爱人伤心 八生猴 七杀主事 属猴人今天虽然富有决断力 但有些争强好斗 所以导致人际关系也不好 容易得罪人 学着收敛强势 你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不要试着去当何事老 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也是一种成长 你插手反而会费力不讨好 九卯兔 商官主事 天喜桃花入命 毛五相破 属兔人今天运势低迷 说话做事定要经过大脑思考 多些耐心 和客户沟通注意言语措辞 小心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桃花运旺盛 单身者恋爱信息多 有望结束单身生活 有伴侣者和爱人相处和谐 沐浴在爱河中 献煞旁人 使丑牛 正义主事 犯害衰新入命 闲时桃花入命 属牛人今天工作进展不顺 曲折困难多多 让你头疼不已 建议保持以往的冷静 做好心理准备 静观起变 爱情乌云笼罩 单身者在选择恋人时 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 多些观察切处 十一无码 劫财主事 五五自行 鼠马人情绪不佳 容易伤胆的一天 工作中不仅会因开小差而导致工作上出现披露 被领导则骂 而且还容易得罪小人 雪上加霜 建议你适当控制自己的脾气 冷静沉着 才能扭转不利迎来好运 十二紫属 正才主事 半冲衰新入命 鼠鼠人今天情绪很不稳定 自我防备心理严重 工作生活中出现截然不同的想法 难以让人接受 另外各种开销增大 聚会 购买礼物 日用品等让钱包大大缩水 还需开源节流